第五十三集 人们都敬佩以少胜多的战役指挥将 但其间的残忍 往往是让人惨不忍睹的 没有局部最惨烈的牺牲 就不可能有全局的大胜利 方明君有胆有识啊 派人前去秉试张世成说 敌人此来志在夺成 既不围攻又不交战 显然是其中有诈 我军坚守出战而不远追 以一带牢当为上策 等陈永亮与朱元璋拼杀的时候 我再出击一定是事半功倍啊 可谁知张世成并不理会 又传来第二道指 追击消灭敌人 方明君虽然坚信自己的做法正确 但是张世成一再言令 也不得不听啊 同时他此时也认为 朱元璋此举只不过是以攻为首 担心他们会趁虚去攻南京 于是一步做二步休 带了三万人马 齐齐地追出城去了 胡大海惊天溜得特别快 没等交手 回马便跑 方明君剑指逃敌 大声喝道冲 这一气的追击竟然有了三十里地 来到了清风山下 方明君凭直觉感到不对劲 下令停止追击 副将左冲说 敌人已经进了山里 逃路已经没有了 正好一举千灭 为何受兵 方明君摇了摇头 还不等他说话 两声炮响 两缕青烟过后 后军山上飞石滚滚 很快就堵住了往回走的路 两边山中 左边是徐达 右边是常玉川 各率五万人马冲杀下来 前面胡大海听到喊杀声 也回头杀来 方明君的部队一时大乱了 方明君历声的高喊 还是大乱 这时候 半山腰穿来 刘伯温洪亮的喊声 方将军 梁将则明主而已 归了吴国宫 保你建功立业 万事留名 倘若不归 三万将士 一个不留 方明君仰天长叹一声 挥剑便要自吻 副将左冲拼命拉着他的右腕 说道 将军不可呀 请将军念及这三万士兵的生命 其他将士见了 也纷纷跪下齐声地说 将军不可 请将军 顾念我当生命 方明君再凯叹一声 将手上的剑 远远地扔掉了 慕英的到来 时邓有得万分的高兴 只是高兴之余 用文厅朱元璋 一时还不能发兵 邓有得不由地陷入了陈思 如今陈有亮攻城的军队有几十万 南昌城的守军不过三万余人 要一一当时 对付陈有亮的虎狼之师 实在让人犯愁啊 邓有得这么想着 一时低头不语 慕英为人 寡言好思 只是对于邓有得 却从来是没有话可谈的 现在他看见邓有得低头不语 面带忧虑 知道他是为敌我力量悬殊而担心 便宽慰邓有得说 事情既然如此 我们也只能尽力为之 凭证我们三人命 也一定可以把南昌守住 坚持到国公令兵前来 朱文正原来自知是朱元璋的侄儿 不满意邓有得为首成主帅 如今自己惹下大祸 又亲眼见赵德胜为他而死 对此邓有得却并没有深深地责备他 不免心中愧疚 只想将功赎罪 对邓有得也就服服帖帖 于是乎三人空前团结 尚意守成的办法 穆英说 趁有量倾国之兵而来 攻我南昌 一定是团团围住志在必得 因此 我那三人可以分兵把守 不要使一方给敌人有机可成 邓有得说 但是敌人主攻方向肯定常有变化 我认为敌人主攻必在西北门 朱文正说 这西北门城墙已经后移数十米 敌人已经无法平船直接登岸 未必还敢从那里入手 邓有得又分析 平尘有量性格 虽然看见我城墙后移 也只会勃然大怒 却不会移兵塌处的 他一定会唱着他人多势众 自认为 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可以攻陷我南昌城 由此可见 尘有量兵至西北门 一定会从那里攻城 穆英又说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先以重兵守候西北门 带鸡腿敌人进攻 再分兵守各城门 邓有得又分析说 应该这样 不过 船有量此次攻城 以上这兵力众多 肯定不会搞什么重点进攻 一定是全面攻击 所以我想请穆元帅带一万五千人马 守西北 朱元帅带一万五千人马 守东南 我领一万人马居中 往来接应 一样不测 穆英朱文正点头成事 穆英到来 情况不是很明白 他们领了任务 急忙去城西北了 只见新建的城墙 又高又厚 离江有近百步 穆英心中非常欢喜 领军士打开城门 要去城外视察 守将将军李进拦住他说 元帅亲留步 城墙外面全是陷阱地点 一触即发 根本没有利足之地啊 穆英挺了 又小心地探望一番 赞叹地说 邓元帅真帅才也啊 能够觉察敌人先机 处处都有先见之明 李进颇为自豪地说 在沿岸江里 我们也布满铁钩的藤条 敌人船舶一旦靠近 一定叫他半天动弹不得 好 做得真的好 邓元帅已经为我们做好了 充分准备 有了这么两道防墓的屏障 我们到时候 一定要竭尽全力 使南昌的西北门 孤若金汤 不让一个敌人 上得了城来 穆英鼓励着李进 又看了看他身边的 其他将领说着 李进望着穆英说 只是末将有一问题 不知可不可问 无论什么问题 将军弹奖无防 现在敌人拾备于我 倒是无所畏惧 这么些年来 我们跟着邓元帅 也打过无数 以少胜多的战争 结果都取得胜利 只是这一次 我们还有那么多部队 为什么不可以都开拔过来 在这里消灭陈永亮的军队 这个陈永亮 现在可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 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实际上 这也是穆英考虑的问题 作为前朝大臣的公子 作为朱元璋的义子 穆英是非常杰出的 每遇到战事 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 站在统帅的角度来考虑 然而在这几年战争中 他非常清楚地看到 对于每次战事 他的义父朱元璋 都比他看得深远 比他高明 有不少战事 开始他并不是都能够 考虑得很清楚 在他坚决地执行以后 往往能够发现 朱元璋的计谋 比他想得高出一筹啊 有了这样的经验 再加上对朱元璋的忠心刚刚 穆英对朱元璋言听计从 如今听了李进的发言 坦率地说 将军之所考虑 本帅也曾考虑过 这种战略上的事情 你我都要绝对相信 吴国公 当务之急 我们要做的是 多准备剑与刘木 到时候能够居高临下 杀伤敌人 打败他们进攻 至于将军 刚才提到的问题 等胜利之时 自然就会清楚 剑与刘木 我们已经准备得十分充足 李进说着 领着穆英 前往查看军库 直到深夜 穆英这才暗邪 心中仍然有忧虑 在朱元璋的 二十八个议子中 穆英是出类拔嘴的 不仅厚重沉稳 而且胆略过人 从定远跟随朱元璋以来 经历多少残酷的战争啊 从没有半点惬意 可是这一次 四万对六十万 要守住南昌城 他心中实在没有底啊 国公啊 邓元璋与我们 可是尽了全力啊 一切就靠你保佑了 他对着北面 发出了心声 渴望朱元璋能听得见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陈有亮的舰队顺江而下 直逼南昌城 十余杖的大舰 三百余艘小舰 遮天蔽玉 黄罗散下 陈有亮身边站着张顶边 与张碧仙 陆军到了吗 差不多了 带我们拐过这个弯 陆军一定也到了 这回一定要一举踏平南昌 是啊 一定 这只船已经拐过来 张顶边最先看见城墙 又急忙说 皇上你看 这城墙怎么后移了 朱元璋 陈有亮瞪着眼睛说 你把城墙移到南京去 我也要踏平你 传阵的旨意 上岸攻城 随着陈有亮的旨意 张顶边指挥令旗 身边的战船 飞速地向前驶去 刚到岸边 便被铁钩腾锁缠住了 怎么也靠不了岸 这个朱元璋 真是个锁头乌龟 就会搞这些下三乱动作 传阵旨意 尽快清除铁钩 登岸攻城 经过一番努力 水兵们才把临岸的 铁钩腾条清除了 一条大舰船 却不幸被铁钩给错穿了 沉在岸边 这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汉军登岸 立即向恶狼般向前 可是他们根本迈不了几步 便随着轰轰的声响 一个个掉进陷阱里 死伤惨重 张定边见了 对陈有亮说 皇上 这里情况如此 不如从东南进攻 这怎么成 我六十万大军攻他四万 守战败退 军心如何稳定 张世成他们知道了 又会如何笑话我 你快去亲自督战 今天一定要从这里拿下南昌城 张定边见陈有亮 似乎狂怒起来 便不敢再说话了 硬着头皮 乘着一条小船 前去独战 城墙外面全是陷阱 陈有亮的部下 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张定边的独战下 似乎是用尸体 填出了一条 通到城下的路 可是当水兵们 用刚拆下的桅杆 做成的云梯 搭上城墙时 立即遭到最猛烈的打击 他们每次都是 快爬上城墙的时候 被射死或者砸死 邓有得的一万机动部队也来了 看着陈有亮这般进攻 他心里暗自高兴 他在心里说 你把尸体累成城墙 这么高攻进来 我们随死也知道 敌人的尸体 在城下垒起来 已经进攻了三个时辰 张定边架着小船 又回到陈有亮身边 皇上 这么攻下去 牺牲太大了 你不是说 从西北进攻 可一举而夺下南昌吗 可是 没想到朱元璋 他以后的城墙 没想到 一个大元帅 没想到 他有亮怒吼着 看着工程的部队 又一次被击腿 皇上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次是因为情况有变 明日再从东南进攻 南昌一定能破 兵不能撤 继续围着 我们回船 与邹太师会合 明天从东南进攻 一定要拿下南昌